就白切猪手 叫白切猪手是吗 是啊 但是咱们一般说 这个猪手可能用的是 前面这一小段 今天我看这个袋挺长的 这是要砍掉吗 不要砍掉 不要砍掉 要整段用完 整段都用上 是啊 眼前的这只猪手 就像是在跳芭蕾 莫师傅口中的猪手 是肉相对较多 包含了肘部和部分腿肉的前腿 他告诉我 想让白切猪手 可以让人大口咀嚼 吃着过瘾 就得给他提前动手术 敲松了 敲松了 自然就脱下来了是吗 这样 脱出来了 我以为要用刀给它砍掉 实际上就是 敲松 给它敲脱离 跟想象的真是不一样 这个背 中缸 开刀 然后呢 洗这个骨头出来 就像脱衣服似的 一点一点给它脱下来 对 刀刃贴着骨头 最大限度保留了 猪手上的肉和胶质 猪手内部大块的肉 被莫师傅割下来 马放在猪手衣服里面 取代大骨的位置 让猪手重新饱满起来 不过想要猪手好看 还需要一个特殊工具 接下来 就要用到竹片了 是吧 这个竹片 就放一个 纳片 像是 给它用竹片 给当夹板一样 给它夹上 捆住 放这捆住 为什么要用竹片呢 所以 不能够 烫到 里面的肉 所以还起到一个隔水 放这烫块的 对 油没出来了 不好吃了 用竹子 当烹饪容器 是老祖宗的智慧 竹板和猪手紧密贴合 这样带有压力的包裹 可以让白切猪手 更加爽口 有嚼劲 绑好的猪手 冷水下锅 煮到水略微沸腾 之后 还要再经过 一小时的漫长等待 趁着这个空当 莫师傅神秘兮兮地 拿出了一个大罐子 告诉我 这才是让白切猪手 升级成华州人 私家位的法宝 莫师傅 这个坛子里面 是什么东西 黑乎乎的 看着 可以 打开尝一下 打开尝一下 可以吃 可以 打开尝一下 是吗 闻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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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会是什么 黑暗料理吧 没有 来 我们吃 来 我尝一下 又酸又咸的 这个有三年了 还有一点点苦 这个究竟是什么呀 这个是牛角子 牛角 牛角子 这是土柠檬 被当地人称为 牛角子的土柠檬 学名叫南蒙 跟普通柠檬相比 南蒙的两头更扁 体型也更加圆润小巧 别看它像野果一样不起眼 却能成就华州人 家家户户 都离不了的灵魂味道 先用清水 把南蒙洗干净 拿到太阳下晾晒 让它表面的水分蒸发 熬过了烈日的考验 南蒙还要再经过 盐的驯服 将南蒙和盐 一层一层铺在坛子里 因为渗透压 南蒙中的水分渗出 溶解盐力 经过三年的味道交换 酝酸咸中带着苦涩的特殊味道 切碎泡水 是当地人用来预防感冒 缓解喉咙痛的家庭饮料 配上切得细细的姜丝 淋上香醋香油 就是给猪手入味的私家蜜料 这时在锅里的猪手 也已经完美出关 经过冷却之后 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形态 它现在从上到下 就是比较均匀的 对 一条即熟 好好看 其实现在这个已经是 很熟的那个状态 但是就有那种皮冻的感觉 很透明的那种 一整只猪手全是满满的肉 浇上南蒙蜜汁 白切猪手大功告成 嗯 嗯 嗯 要不腿啊 嗯 鲜鲜推腿 这个皮非常脆啊 吃起来 嗯 而且这最关键的是 我觉得因为这个料汁的加入 让这个猪手吃起来 一点都不觉得腻 啊 没有 反而觉得酸香开胃的那种口感 嗯 嗯 嗯